有一段时间每个礼拜都去打点滴 打肋骨唇 我的眼睛做了四次手术 很崩溃 我有一年没有演戏 这段时间对我是一个考验 我成功了 李诗华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这一页 TVB电视儿童们感慨万千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席 TVB颁奖礼的蛇师曼 成为前无古人的三料事后 阿蛇身穿一袭黑色裹胸长裙 腰枝纤细 梗子上贵气的钻石项链和领口装饰 娇香灰映 高贵大方 他拿奖十字太万千 这只是幸运吗 不 蛇师曼满脸都写着三个字 我值得 不能仅仅用幸运两个字来解释一切 抹杀我的拼命 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机会 还记得当年那个著名的访问 主持人问他 为什么那么多女明星都很漂亮 很认真 愿意拼命 偏偏是你成功了呢 蛇师曼笑着说 反正我那么喜欢我的工作 反正我那么享受我的人生 那既然都没有答案 就继续去享受 继续坚持我自己的目标 工作 理想 态度 这些年 我们总是摇着头 故作高声说TVB没落了 可TVB艺人从未放弃 偷懒 懈怠过 人人皆知 大台收入低 有些绿叶角色 甚至难以言家糊口 拿奖那一刻 他们的激动意义言表 当入行26年的林子善 哭着感谢周星驰 并且下跪感谢家人时 小编在屏幕前哭成狗 那日已经多年没有这样的场面 每个人上台 都是一副大愁的报的样子 得不得就号称 青州已过万重山 领奖的时候 蛇诗曼竟然略显局促 他说 每次站在这个台上都好紧张 因为拿这个奖都好难好难 我最开心的是 我可以同一班 好好的演员合作 马国明呀 李世华 好多好多 蛇诗曼当年在 《演习攻略》里演配角 演技经验 连他都要说 拿奖好难 《新闻女王》里一众女配 各个生活不易 高海宁拿下最佳女配时 蛇诗曼也泪淫于婕 当初高海宁参演《三十二亿》 受到关注时 曾动心北上发展 蛇诗曼建议他 先不要 高海宁听了姐姐的劝 安心留在TVB 果然等到了《新闻女王》 整晚的典礼看完 无数动人的瞬间 但小编罪意难停 还是 落难千金 李世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get到那种成熟女人之间的心心相惜 就凭《新闻女王》蛇诗曼曼的程度 今年这个时候大概率已经没有悬念 李世华正在发烧 但他还是盛装出席 专门去陪跑 哪怕已经猜到或许会重演经销大厦的富责 但他仍旧姿态漂亮 敬我的前辈 敬我的对手 敬我的朋友 他甚至举起相机 帮对手记录下珍贵一刻 TVB 你亏欠他太多 李世华的人生 和他的拿奖运一样玄妙 他原本是衣食无忧的富家千金 后家到中落 不得不入行养家 选港姐拿了 最上进小姐 签约TVB 探似一切顺利的时候 他投资被骗 差点进橘子 感情上 他是胡宣老公李承德 最初的暧昧对象 之后又何 港姐杀手 无手机过从甚逆 李世华还叫李世韵 那些年 他是真的卷入不少扩烧烂桃花 如今 42岁的李世华 终于点头承认 健身教练魏弘夫 这位名叫车重建的肌肉男 是圈内众多明星合作的 星级思教 看似脾气太来 但熟悉李世华的朋友们都知道 他患上免疫系统眼疾 这几年一直频繁往返香港和国外治疗 李世华的老爸李光辉 曾经也是香港有名的人物 他是 雅达家店 大老板 巅峰期身家过亿 除了在香港沙田 有几百平厂房 深圳和东莞 他也设有分场 李世华在家里排行老三 算是富洋女 他也很争气 入行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主修会计学 还是学校商科学生会副主席 2003年暑假 李世华回香港 遇上港姐选美 当时还叫李诗运的他 有种不疑不徐的气质 在半决赛就拿下 最上进小姐 即才艺小姐 两个奖项被媒体视为前三甲的大热门 但最后 李世华前五都没进 他也成了首位不是前五的 最上进小姐 李世华外形肯定是漂亮的 港姐三甲能在娱乐圈谋得一席之地的都不多 他愣是杀出重围 得到无限力捧 最高峰的时候 他一年要接五部戏 我有演过啤酒妹 大度婆 总之 我不会很刻意地保持量力 角色有需要的话 让我办仇也没关系 李世华是个很敬业的艺人 很拼 这或许也和他的家庭突发变故有关 2004年 李世华入行 第一年他父亲的公司 欠下国益债务破产 之后 他老爸就失踪了 他妈妈一直喜欢小赌移情 后来大家才得知 李世华妈妈 可不止小赌那么简单 他赌到要卖房卖车还债 而他的生活费 需要几个儿女一起负担 人以为李世华是富家女 在娱乐圈赚零花钱 谁知 他是真的要赚钱吃饭 李世华自爆 最惨的时候 户头只有一块钱 那时 他和邓建宏爱得吃产 家里接连出事 让李世华的心情受到很大影响 邓建宏对他嘘寒问暖 给了他很大的安全感 尽管邓建宏并不是李世华喜欢的类型 两人依旧在一起五年多 中间也吵过闹过 可一直拖拖拉拉分不开 其实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他很有艺术天分 很细心 当时爸爸生意失败 有人关心特别能打动我 但我与他性格不是很合 五年来不开心比开心多 很多负能量 因为我对感情执着 很难放弃 直到这段感情里出现了第三个人 李世华不知道 邓建宏当时已经背着他 和现任太太石永利调情 后来邓建宏又爱上龚佳心 他和李世华五年感情 终于画上句号 家庭拓散 感情失忆 李世华寄情于事业 可惜 他的拿奖运 你也清楚 李世华在TVB头几年 是真的很拼 每部戏都愿意尝试不同角色 老不大人 学景初更 阿望新传 他都参演了 和他同期的女艺人 胡适平飞天喜事 和我的野蛮奶奶 几乎成为TVB新任一姐 胡定心在2008年就拿过 万千新辉颁奖礼 的飞跃进步女艺人奖 通常拿了女飞就等于要捧了 他们都是李世华 胡说八道会 的闺蜜 眼见闺蜜们各个干得有声有色 还在演配角的李世华 难免会有情绪 他选择另辟蹊径 拿多年积蓄来搞生意 2010年 李世华投资上百万港币 开了一间化妆学校 他说 我从小到大都很想有自己的生意 加上念的是会计可以自己看账目 秉持这么朴素的投资官 他一头栽了进去 没想到第二年就卷入 美容重金 事件 涉嫌诈骗 还好当时TVB闹花蛋黄 公司给他做女主的承诺 并且愿意帮李世华摆平这起商业纠纷 代价是他必须退出化妆学校的经营 专心拍戏 李世华权衡在三后 答应了 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局限性 做生意没有那么简单 拳网里的李世华 TVB要求李世华和郑嘉颖 合作拍摄台庆剧拳网 他担任女主的剧集 患乐无穷 也拿下了很好的收视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